哈啰 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妙丸岛 今天是妙丸岛的3月3日的北地大 看到没有现在村民在准备 今天晚上的一个宴席 这里是村民每年都会一个喜序的 因为渔民都是拜那个北地的 妙丸岛这个小岛呢 它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这些就是岛上的鸡 岛上的鸡都是吃海鲜的 然后今天可能零件都不是很高 灰蒙蒙的一个天气 然后如果你们想来妙丸岛的 也可以找我们 我们就会帮大家做一个安排 然后这里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小岛 然后自然条件是很好的 但是它的住宿环境就会差一点 如果对住宿有要求的朋友 这里不怎么适合你们 如果是喜欢自然风景的 那就很不错了 看到前面没有 那里还有一个人在浮潜 然后继续去看一下 然后整个岛就是这样子 它保持颜值的一个风格 然后当年的时候 这里也曾经繁华过的 后面所有人都前回市区去了 这是一个远离城销的小岛 从珠海市区过来也需要90分钟 如果从那个外灵丁岛过来就需要35分钟 然后妙丸岛这里有蔚蓝的大海 垂炭的星空 反正这里是一个让你忘记忧愁的小岛 再跟大家说一个事情 妙丸岛那个沙山还有海龟上来 惨淡的 但之前有游客拍过 他们是在那个3到4月份的时候上来 然后岛上还有科目多 这就是今天妙丸岛的北地丹的一个现场 然后我也准备要进去现场吃东西了 全岛的村民 渔民 全家 而且有经营妙丸岛的导游都位在现场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用餐的一个现场 很热闹的 真的很热闹的 因为每年一次的 今天是村民的日子 渔民的日子 大家聚在一起 很热闹的 这就是广东的一些小岛渔民的一种测试 真的很不错的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上妙丸岛